最近这几年西方各个发达国家都在推行大麻合法化 非常之魔幻 一个毒品居然被合理合法的洗白了 这背后呢其实也是非常合理 这跟西方政体的民主和自由非常相关 在所有人眼里 民主和自由应该都是正向的词汇 每每详细民主和自由都是美好的向往 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其实民主和自由这两个字的流行 跟冷战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宣传侧重自由 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则宣传侧重民主 两者都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 能够带领世界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当然深入来了解 冷战时不管西方阵营还是东方阵营 其实标榜的都是民主制度 只不过苏联更加强调人民民主制 强调国家最高权力的集中和统一 自上而下的集体团结原则 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 你可以理解 苏联的民主是为民做主 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更加强调的是自由民主制度 强调国家最高权力的分散和制衡 西方主流的三权分立 就是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的表现 我这里有一段时间 中国是不允许讨论三权分立这样的话题的 不知道现在大学教材 有没有把三权分立去掉或者是弱化 那经济制度上 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更是强调自下而上的个体优先原则 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 你可以理解美国的民主是让民做主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理解 要想真正理解近现代的民主制度 可能需要写个千万字的史诗句作 回到主题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更加强调自由的美国 也诞生了一批亚文化的叛逆与自由的群体 西皮士 当时许多年轻人 以穿奇装异服 留长发 续长续 穿超短裙 听摇滚乐 跳摇摆舞 同性恋 群居村 等极端或者是非主流行为反抗社会 抗拒传统 是不是和中国当年的沙马特非常相像 只不过美国当时的年轻人更加激进 在抗拒当时美国主流的教会文化和绅士风格的同时 这些年轻的西皮士发现了致幻剂 也就是毒品 当时的西皮士在追求身体自由的同时 发现吸食毒品可以产生幻觉 达到精神自由的目的 在最疯狂的六十年代末期 美国大学生吸食毒品的比例高达60%以上 是的 学历越高的年轻人 反而吸食毒品的比例越高 美国有很多人的总统都亲口承认过 自己曾经吸食过大麻 那最近美国吸食大麻最有名的人 应该算是硅谷的钢铁侠马斯克了 曾经在推特直播时公然吸食大麻 到了1971年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告对毒品宣战 1986年里根总统签署了反毒品滥用法案 发动17亿美元用于打击毒品 但是到现在 美国一半周都大麻合法化了 显然这些并没有什么效果 最底层的原因 还是美国的价值观认为 人权自由高于一切 吸毒也是个人自由嘛 身体是自己的 吸毒就算有害 也是自己的身体问题 这也是美国的毒品 根本无法禁止的根本原因 你禁止毒品 就是在否定自己的基本观念 是动摇国际的决定 所以过去几十年 西方一直无法彻底禁止毒品 正是因为自由 而这两年 毒品开始渐渐合法化 则是因为民主 西方毒品合法化的根源 就在于一人一票制的民主 世界上第一个全面 大麻合法化的发达国家 就是加拿大 你知道加拿大 有多少吸食大麻的人吗 2019年 加拿大的统计局调查显示 2018年四季度 曾吸食大麻的人有460万 那这仅仅是一个季度 有过吸食基督的加拿大人 如果统计过去历史有过吸食大麻记录的人 应该是翻个背 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加拿大的全国人口才3800多万 有资格的投票选民才2700多万 其中愿意参与投票的选民只有1800万 你想想 你烟饮酒饮发作的时候 你是希望吸烟喝酒是合法的 还是非法的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加拿大的自由党为了扳倒连续执政三届的保守党 提出了极富争议的大麻合法化的纲领 结果当然是拥有了460万张选票 甚至是更多选票的自由党 获得了加拿大的执政权 随后在2018年 加拿大就宣布了大麻合法化来回馈自己的选民 你看 这就是加拿大人民自己的选择 那最激进的美国俄勒冈州 不仅把大麻合法化 还把危害更大的海洛因摇头丸给合法化了 美国俄勒冈州110法案规定 如果民众持有一克以内的海洛因或摇头丸 两克以内的可卡因 不超过12克的裸钙姑素 将不再被认为是犯罪 只需要交100美元的罚款 但是美国一克纯海洛因就卖500美元了 100美元的罚款对于吸毒者洒洒水了 110法案变向纵容了毒品的合法化 神奇的是 全州其实超过了200万人参与投票 得到了超过55%的民众支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就跟我一开始说的 一人一票制的民主制度相关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各个发达国家开始陆续大麻合法化 基本上使用西方那套民主选票制度的国家 大麻都会合法化 这是制度的必然 当然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 国外其实对毒品的理解是滥用药物 国外一般把大麻这种毒品归类为drug 在外国人的脑海里 其实就是滥用药物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们6月26日叫做国际禁毒日 但是在海外其他国家 更多会理解成 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提起 中国人惨痛历史 鸦片 一开始呢 大家其实叫毒烟 民国的时候呢 开始叫毒品 到了新中国时期 正式确定了毒品的称呼 毒品呢 也是中文专用词 在日本 韩国 其实都是称为 麻醉药精神药物 觉醒剂这种说法 想想 如果是叫麻醉药精神药物 觉醒剂 绝对没有现在中国人 谈毒色变的结果 当然这期视频主要讲的 还是西方意识形态下 民主和自由会带来的 社会问题 或者说是缺点 但是民主和自由 本身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就比如最近在网络上 爆火的美国各大高校 对巴以冲突 闹开了锅 出现了严重的民意撕裂 和大规模的对立现象 其实这种事情 在中国看起来就很神奇 但这种事在美国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的 不管是在越南战争 还是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 基本上都会出现 大面积的反战声音 在民主和自由的意识形态下 基本上学历越高的人 就越会坚持自己的主张 即使自己的主张 并不被主流所认可 甚至主流认为 这些主张 都是离经叛道的事情 可以参考一下 民国时中国的大学生 当年民国时中国的大学生 对于主流人群 也是离经叛道的存在 当时的大学生 甚至为了自己的理想 与主张 和自己的父母割联 民主和自由 是良药 也是毒药